來 5 4 3 2 黑猩猩跟大猩猩都是林长类 是跟人类血缘最近近的亲戚 请看人类怎么样来保护他们 印尼红鼻子马戏团来咯 他们不但送给大家欢笑 马戏表演的小撇步 还送给贫困孩子无穷的希望 跟自信 你也许去过教堂 但不一定听过教堂的钟声 保佳丽娅有位82岁的敲钟阿嬷 30年来每天都用她的悠扬钟声 唤醒城市里城市的人们 韦靖 你觉得世界上 哪一只猴子最出名啊 当然是生物宽龙 神话故事不算了 我会说真的猴子 有很多耶 像美国的沙姆小姐 她就上过外太空哦 她为什么可以搭太空梭啊 猴子是灵长类 跟我们人类的选人很接近 所以才会送她上太空的 人人猩猩猩也是灵长类对不对啊 猩猩就是人猩 跟人类都属于人科 所以跟我们根本就是一家庆哦 是吗 人类跟猩猩到底有多亲 答案立刻揭晓 黑猩猩是灵长类动物 也是人类最亲的亲戚 虽然身上的毛比人多很多 但是基因只有1.1%跟人类不一样 所以详细度高达99%哦 这些不同的基因就在大脑里面 人要要应付很多复杂的工作 所以负责制造蛋白质的基因 比黑猩猩多5倍 而且基因改变的速率很慢很慢 黑猩猩就不同了 它们的生活比人类单纯 却有人类5到7岁儿童的智商 所以基因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有些研究还发现 黑猩猩有不同的叫声来沟通 就像人类会说话一样 甚至有黑猩猩 学会一些人类的单字 能够用手语或是动作 回应简单的问题 而且只要经过训练 黑猩猩也会做很多事情哦 这是泰国的一个小动物园 去年最红的明星 不是这些可爱的小老虎 而是它们的奶爸 这只叫做嘟嘟的黑猩猩 奶爸嘟嘟两岁半 跟人类小朋友一样 黑猩猩很聪明 所以嘟嘟一下子就学会握奶瓶 一年来 喂过的胡宝宝有十几只哦 我每次都喝了零碗 我都喝了 平常类的手脚都会抓握东西 都有五个指头 也都喜欢交朋友 嘟嘟除了固定为小老虎喝奶 也常常跟他们玩摔角游戏 就像人类小朋友 跟猫猫狗狗玩的时候一模一样 看嘟嘟跟小老虎在一起很有趣 让它在泰国变成了动物园明星 不过其实黑猩猩的老家是在非洲 接下来一起到嘟嘟的故乡 看看它的同伴过得怎么样 在非洲的几内亚 有很多黑猩猩关在一起 这里不是动物园 而是孤儿院 由动物保育团体 和几内亚政府合作 这个猩猩庇护所 1997年成立 为黑猩猩孤儿提供一个零食的家 孤儿猩猩是黑市买卖肉类的结果 因为恋人杀害大猩猩 把肉拿去卖钱 猩猩被逼太小不能吃 就被当成宠物卖到世界各地 黑猩猩跟人一样有家庭教育 所以庇护所人员还得当老师 每天带小黑猩猩去丛林上课 学习寻找食物 在野外坐窝 分辨有毒的植物 碰到敌人与危险的应变方法等等 求生的必杀技能 除了会使用工具 习惯够团体生活 灵长类还有一种特征 就是喜欢帮同伴梳妆打扮 弄得漂漂亮亮的 人类是这样 猩猩也是这样 十三年过去了 小猩猩渐渐长大 学了一身好技能 可以拜别师父 下山敞荡江湖了 虽然不舍 保育员还是跟十二头黑猩猩说拜拜 放他们回归大自然 2008年的野放计划很科学 研究人员不需要做近距离监测 因为黑猩猩都带了有身份证的项圈 然后才回到久违的丛林故乡 项圈有GPS定位 会发射讯号 不论研究人员想找谁 用天线就一切搞定 公猩猩的项圈更厉害 讯号还会传给人造卫星 直接上网就知道他们的位置 三年的远距监测有结果了 去年保育人员报告 有只母猩猩和野生猩猩生活在一起 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地点 最近一次看到他时 身边居然还有只小baby 表示他完全融入野生猩猩的社会 野放计划成功了 同样身为林长类 小主播祝福每只小猩猩都健康长大 自由地住在大自然里 天天跟亲生的妈咪在从林中散步 除外黑猩猩 山地大猩猩的DNA跟人类也很接近 它们跟人类一样属于油脂纹 脸上无猫不太会爬树的林长类 不过山地大猩猩是草食性 而且正面临着绝种的危机 在非洲的乌冠达 有一群保育人员穿越了原始森林 想要知道野生的山地大猩猩还剩下几只 不温底森林位于乌干达的西南部 是世界自然遗产 许多濒临绝种动物的家园 山地大猩猩也是其中之一 大猩猩最大的威胁来自人类 为了保护这些吃素的亲戚 保育团体和政府合作 采取各种保育策略 包括在野外清除陷阱 减少大猩猩手上的意外 并且定期进行新口普查 检测猩猩的数量 森林的面积是331平方公里 比整个台北市还大 而且根本没有路 要怎么调查呢 很简单就是把森林走透透 调查人员分成六组 从森林东边向西移动 打算花两个月穿过最浓密的部分 寻找猩猩的踪迹 找到大猩猩踩出来的小金以后 调查员会追踪到巢穴 算算睡觉床铺就能估计有几只猩猩 不过大猩猩不太能承受压力 而且免疫系统很差 容易传染到人类的疾病 所以保育员要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所以这个是整个公园园园 现在我们已经半个步骤了 我们开始在东西 现在我们的团队都在这些区域 调查员走了一个月 调查了一半的森林 还从大猩猩的巢穴中 挖出很多宝贝 就是猩猩变变 要用来做寄生虫分析 找病毒 还可以分析基因 找出每只猩猩的基因图骂 保育计划要成功 需要当地人的参与 分担保护动物 跟自然环境的责任 而且乌干达常常有内战 对大猩猩和研究人员 都造成危险 我们的目标是 保护他们 未来的世代 他们必须在继续 六年前 波恩底森林 有320头大猩猩 保育团体做了很多努力 希望确保其地每被破坏 大猩猩的数量慢慢回升 继续在森林里当快乐的 苏石林长 最近的天气好热哦 热到都快让人受不了了 不过其实台湾已经算是很好了 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地方 比我们更热 像是西非 他们因为长期干旱导致缺水 所以农作物没有办法收成 那里的小朋友 一直以来都是饿着肚子 没有东西吃 停了真的让人好难过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 关心这个问题 两岁的阿丽躺在妈妈怀里 哭也哭不出声音 因为一出声就碰到汗灾 导致粮食短缺 营养不良 妈妈心急地连忙带她来看医生 除了阿丽 有些小朋友甚至严重到 又用鼻胃罐来喂食 过去两年来 西非因为肝旱缺水 量食减产50% 导致有将近13万5岁以下的小生命 面临着严重营养不良 死亡的问题 虽然有人到团体积极救援 但是经费不足 能做的真的很有限 幸好现在有研究团队发现 在北非和西非的地底下 有蕴藏的水资源 是地标水资源的100倍 现在虽然 暂时有水可以用 但是大家都很担心 故地下水资源 一旦用尽 缺水缺粮的情况 还是会成为 威胁当地居民生存最大的问题 你能想象吗 原来没有东西吃这么的痛苦 我们平常真的是太幸福了 如果我遇到不喜欢吃的东西 通常都会直接丢掉 从来就没有想过 像在西非这种地方 想要好好的吃一顿饭 居然这么的困难 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没有食物 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想一定很辛苦吧 所以从现在起 我们就要好好的爱惜食物 不要轻易浪费 爱惜资源就从你我开始做起哦 威静 你有看过马戏团表演吗 我有看过太阳马戏团 他们真的是神乎奇迹 超厉害的耶 我也这么觉得耶 马戏团里的杂耍 舞蹈各种表演都好有趣哦 就像带人走入奇幻世界一样 不知道我去学的话 能不能跟他们一样厉害 去学一定很辛苦 不过如果练成的话 成就感一定很大 印尼有个工医团体 就是在传授马戏的表演技能 让贫困的孩子得到信心与希望 哇 听起来好有趣哦 里面都在教些什么啊 想知道就跟我一起去看看 他们有趣的学习过程吧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的小渔村 也是当地的贫民窟 因为贫穷 妈妈们靠着打零工 赚取微薄的收入养家 也因为贫穷 许多孩子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直到2008年 美国的红鼻子基金会来到这里 他们不但为孩子们带来欢笑 也带来了希望 Retno's Foundation的建议是 帮助孩子们建议梦 这就是我们的招牌 这就是我们做艺术和教育 帮助孩子们建议自己的自信 建议自己的信心 和别人的信心 相信别人的信心 与别人的信心 与别人的信心 也就是学习的技能 可是如何让贫穷的孩子 重建自信 并对学习产生兴趣呢 他们想到的方法是 利用大人小孩都喜欢的 马戏团表演 快点快点上课时间到了 只见大家迅速各就各位 准备开始练习 左手右手 左手右手 球在手上流畅回转 大家的表情也都好认真 这样的上课方式 果然是大成功 好厉害啊 来宾请掌声鼓励 马戏团每次招收三十名学生 年纪从九到十五岁 除了学习各种常见的马戏表演 也开设各种基础课程 赞助一些贫穷的小孩上学去 有得玩又有得学 而且还全部免费 是不是很棒呢 其实马戏表演不但好玩 还能训练不同的能力 像杂技 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 而扮演小丑都人发小 就能够建立自信 学成之后 这些孩子也能参加马戏表演 利用学到的技能 赚取一些生活费 在这里 马戏团不仅把欢乐带给大家 还能帮助孩子们脱离贫困 迎接梦想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刚才电梯故障 害我只好爬我梯上来 累死我了 我一记不过才三楼而已 你就那么喘 你一定要做锻炼身体多运动啊 才跟今天要介绍的 敲钟阿嬷一样厉害 啊 敲钟阿嬷 她是谁啊 她是保佳丽娅的一位 超级阿嬷 她虽然已经82岁了 但是每天都要爬50公尺 相当15层楼高的钟楼 去敲钟叫醒大家 15层楼 因为钟楼高 终身才会传带乐 重点是阿嬷已经敲钟敲30年了 她不但不喊累 而且还乐在其中呢 这里是保佳丽娅的首都索菲亚 眼前这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 是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教堂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也是这里有名的景点 据说我们要拜访的超级阿嬷就住在这里哦 找到了 就是她 敲钟阿嬷 萨波娃 阿嬷在这里敲钟已经30年了 每天她都要爬220级阶梯 走上吊堂顶端53公尺高的钟楼工作 但她不但不喊累 而且还相当乐在其中哦 中楼里有12口钟 最大的钟足足有12顿重 但不管它们多重 在阿嬷手中都能化为轻盈优美的音符 看阿嬷右手拉伸 左手敲钟 超有节奏感的模样 不说你还不知道 阿嬷其实已经82岁了 每当整点暴食或是重大节日的时候 阿嬷就必须敲响大钟 让洪亮的钟声穿过整座教堂 这样的工作其实相当耗费体力 许多年轻人都完成不了 但阿嬷却能一直坚持敲下去 真不愧是超级阿嬷 原来阿嬷年轻时曾经是田径好手 当时锻炼的良好体能 让她年纪大了 依旧是精力充沛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阿嬷可以这样风雨无阻 超纵30年呢 阿嬷说她热爱这座教堂 能在这里工作就是她的奖励 而她现在最担心的也正是在这里 阿嬤說她還沒有退休的打算 只要還能繼續為大家服務 敲衷阿嬤就會堅持到最後一刻 用她美妙的鐘聲引導人們來到這裡 以上就是我們威靈準備的新聞 小主播看天下 我們下次見 阿嬤